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蔫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学 第八百三十九集 一只断手在空中划过 跌落在不远处的草地上 不一会儿 刚才已经消失无影的毒鼠 纷纷窜了出来 男子的哀嚎声还没落下 他那断臂已经被毒鼠啃得露出了白色的骨头 跪着之人 看着那只断臂都吓得一脸苍白 哆哆嗦嗦 连收回视线的能力都似乎失去了 被断臂的男子脸上毫无血色 鲜血一直在往外涌 可他却愣着没晕死过去 他比谁都清楚 要是自己在这个时候晕过去 很快就像自己的断臂一般 只剩一具骸骨 几年前 一百多人都死于你们毒物之下 是不是 凤江让人闻风丧胆的声音 继续响起 几名男子吓得有的都失禁了 在一堆毒鼠上收回视线 看着凤江 却一个人都说不出话 唰的一声 跪在断臂男子右后方的男子 也被砍下了一条手臂 如此远的距离 他怎么都想不到 事情这么快就落到自己身上 男子瞪大双眸 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刚才还有手臂的地方 鲜血不断地往外涌 两眼一翻 晕死在地上 闻见新鲜血液的味道 有些毒鼠顿时转移注意力 不仅是第二条断臂 很快便围上了密密麻麻的毒鼠 就连倒地的男子身旁都来了好几只 吱吱声响起 更多的毒兽正往这边涌 跪在地上还没有受伤的五名男子 趴着往里面爬 生怕有鲜血粘在自己身上 跪在最前面的男子 看着自己的同伴被啃咬 用剩下的手将短笛掏出 事实上 他想救的人是自己 而不是倒在地上之人 毕竟他也受伤了 鲜血直流 要是毒鼠发现 也不会放过他 呜呜笛声响起 哪怕知道自己正被人盯紧 男子依旧硬着头皮吹了一会儿 直到毒鼠离开 男子才松了一口气 想要将短笛藏起 凤江常见抵在男子的喉咙处 视线落在他手中的短笛上 这便是你们控制毒物的工具 是 是的 男子抬眸看着凤江 点点头 伸出颤抖的左手 将短笛送了出去 刚才我问的问题 可以回答了吗 凤江接过短笛 怒视男子 是 男子叹了一口气 点点头 大概一百人吧 都成了毒物的服中餐 此刻 男子哪里还敢说谎呢 只能如实禀告 凤江抬眸看着天际 深吸一口气 再次捶眸 他的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气 那之后 每当有人进来 你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杀害对吗 男子全身发颤 就像随时有可能倒下那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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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饶了我们吧 我们都知错了以后 他 他 他也不会犯这儿的错了 毒兽是什么情况 也是你们培养出来的 凤江低沉的声音响起 他 并没有将男子的话听进去 要不是想搞清楚整件事情的情况 他一定会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拿这几个人祭拜 这些年死于此处之人 毒 毒兽 男子要出口的话还没说完 身体一歪 倒在地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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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凤江无视倒下之人 视线落在他身后同样跪着的人身上 毒兽 我们也不知道情况 他也是神秘人带过来的 一名男子立即说道 但是说是担心我们不敌侵入者 放在此处守着毒物 一共有八只 现在 男子往别处一看 立马收回视线 除了两只手伤 还有三只在洞穴里没处理 那毒物呢 还有多少 处理好手头上的事情 凤九儿来到凤江身旁 毒 说话的男子看着凤九儿 又看看凤江 死的应该占了大半 大概还有一半 你懂得控制吗 凤九儿淡淡问道 懂 懂 男子立即焊手 我 我也懂 另一个男子也跟着点头 我 我懂给中毒的人解毒 最右侧的男子说道 我也懂 我也懂 跪在最后的男子想了一会儿 便低下了头 大侠 我懂得和毒树交流 平常都是我伺候他们 他们会听我的话 跪在中间的男人说道 似乎大家都明白 只要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才有可能不会死于非命 五个没中毒的男子 争先恐后 说出自己的长处 只希望能保命 与神秘人接触之人是谁 凤九儿的声音并不比凤江要柔 甚至更冷漠 我 是我 跪在最后 刚才一时之间 说不出自己有何用处的男子说道 如何接触 凤九儿冷眼看着说话之人 每当阅元之夜 神秘人会在尖峰山的山脚下与我会面 我只敢给他报告养殖情况 男人立即回应 可 可 可 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知 离开的毒鼠再次回来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爬上倒在最前面的人身上 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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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让我 我 女侠 求求你 不仅是身上 就连眼前都来了密密麻麻的毒鼠 倒下还没有晕死之人 恨不得自己直接死去 可不知为何 越是畏惧 却越是昏死不过去 鼻子 嘴巴 下巴 就连眼睛都开始被毒鼠啃咬 男子生不如死 诶 周明 我可以 我 我 男子求救的声音越来越弱 不想死 说说 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凤九儿蹲下来 冷眼看着被啃食之人 不过 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 看着如此恐怖的事情 居然面不改色 嘴角甚至微微勾起一丝弧度 几个男子看在眼底 脸色更加惨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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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 我等 控制毒毒 男子好不容易 才将话说完 凤九儿却不以为然 但弹倒 这事儿 你的同伴也懂 若是救了你 我还得多杀一人 划不来 我 我 懂控制 不要杀我 我真的懂 刚才说有这本领的男子 颤抖的声音响起 不管女侠 你们想要他们做什么 我保证他们一定会安成任务 求你们不要杀我 我保证以后都听你们的 求你们不要杀我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